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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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么多年一改口 还真有点不习惯 不该怎么成功 我们是老同学好朋友 我们这边走走吧 好 好 博维 对于我二哥昨天的态度 你千万不要太在意 那可能是因为 华海事件的缘故吧 说什么 华海的事情我有责任 我之所以来 是来表示我的歉意的 可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能告诉我吗 华海的事情 是有人策划的 谁呀 现在不能说 你太不够朋友了吧 现在人做人都很难 别说做朋友 我希望你们理解我 可是博维 我希望你能做我的弟弟 是 欢迎你 这不太可能吧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还没做好时间准备 虽然说这一切 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可那也都是事实 好了别说了 如果没别的事情的话 我先告诉你 再见 我先告诉你 我来读到他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不太可能 有点难 我来情 好 好 紫思和冯小姐结婚了 太好了 你来就是为这个吗 顺便来看看雪梅 还有你 过两天就是婚礼了 你可要早点来呀 子华 恐怕我妈妈和舅舅是不会去的 我知道 只要你能来就行了 我一定会去的 好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惊喜的事情 还有什么惊喜的事 郭维是我的亲兄弟 什么 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真的 郭维的母亲 是我们家大房丫鬟 可惜方家家境七寒 与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 就这样 我爷爷活活把他们给拆散了 母亲知道 郭维的母亲怀了孩子 离开程家 曾经想挽留他 可是我爷爷怎么会同意呢 所以就酿成了今天的悲剧 原来如此 怎么会如此相似 莫青 我们家亏欠你和郭维的态度了 我请 我们家亏欠你和郭维的态度了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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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给 子嗣和慧如要结婚了 真的 妈答应他们了 是啊 慧如还请你当伴娘呢 好啊 那你们先聊着 我去准备国文课 四哥 你最近怎么样了 还可以吧 雪梅啊 你这姜叔先生当得怎么样了 一开始不太适应 站在讲台上我手都发抖 真的挺紧张的 后来和孩子们混熟了 就好多了 妈要是看到你能这样 一定会很高兴 妈是你好吗 她很好 只是老念叨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你怎么回来 我暂时不想回去了 你准备留在这儿啊 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 安安静静地教书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的小妹终于长大了 人总是要长大的 经过这次结婚离婚 我真的明白了很多事情 不过 我永远是四哥的小妹妹 小妹妹 是一位子 人人在一起 大网子 就是你了 我以后来 祇军 其实不正常是一个事 如果你真想坐在那里 ufen在沂川 在那里 чес月 高乔军真会开玩笑 如今我一个残疾人 还有什么价值 虽然徐军 残了一条腿 可你还有两只手 还有头脑不是吗 比徐军的才干 加上大日本帝国的实力 我敢保证 在不久的将来 你就是真正的 上海王 将来的事情 先不提了 眼下我倒有一件要紧的事情 想提醒齐军 请高乔军指教 徐某愿闻其详 齐军 怎么一直没问问我 这次运到花海的是什么东西 就你再听到 你再听到 这次运到金城 是最大的 靠近了 你不能找到 这次运到人 不许多了 不许多了 这次运到人 那次运到 你赞救赐 他正在竞争 他 不许多了 这次运到 得赞救赐 你赞救赐 你赞救赐 是赞救赐 你赞救赐 还有好几个都没有到 还有七号仓库的大米 我觉得长期放在露天下是不行的 需要马上联系买家 还有咱们那批日本卷 就这样堆在码头上 也不是个办法 知道了 我们今天晚上 一切就都不重要了 董事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出去吧 哥 哥 你怎么了 曼丽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哥哥 你容身华海的董事长 我不能前来欣赏一下 你这阔绰的办公室吗 你怎么回来 你得到这个州 两个都没有 你还要大 我学习的 我学习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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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习赢 我学习赢是 你学习赢是 你和学习赢是 你学习赢是 我学习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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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习赢是 你学习赢是 哥哥 我希望你 别再为日本人做坏事了 好 不错 多帅的啊 最帅的新郎 四哥 一直想问你个问题 你 相不相信爱情 当然相信哪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那你相信 爱情能够天长地久吗 你呢 你相信吗 那我觉得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的话 就会天长地久的 我这样想是不是太天真了 怎么会呢 你说的这些我也相信 那 两个人结了婚以后 就真能永远在一起吗 结婚 不止意味着俩情相悦 你也想知道 有什么事 你也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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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人 就想得到 你这些人 你也想得到 我相信两个相爱的人 一定会在一起 子嗣 你要好好珍惜你的爱情 这次回来 可以在家里多住些日子了吧 恐怕不行 现在学校特决人手 就那么几个老师 那你们这次回上海 孩子们怎么办 我来之前开了学校大会 我跟学生们请了两天假 我跟学生们请了两天假 竟有这样的事情 先生跟学生请假 那他们觉得怎么样 能放两天长假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看你这个样子 哪像个教书先生 你就想这么干下去了 目前是这样打算的 可这样一来 就不能陪在您的身边了 没关系 只要是你喜欢的 妈都支持 太太 艾小姐来了 晚晴 伯母 房间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真是麻烦您了 没什么麻烦的 来 过来坐 对了 雪梅 他们让你去试伴娘的服装呢 妈 那我先过去了 妈 晚上我要和您睡一个被窝 行 是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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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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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不仅是为你一个人 也是为了咱们全家 妈 我知道 妈 你看 放心 放心 妈 谢谢妈 谢谢妈 拿什么谢我呀 您是那样 保证给你生个大帮孙子 博伟 你是找子华吗 不了 我是去跟伯母告别的 你怎么要走了呀 这些气氛我不太习惯了 晚清 再见 再见 啊 我们 是不是 通风 什么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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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鬼魏 你怎么了 没有人看不起你 我一直很尊重你的 视你为兄长 唯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一个人的身世 怎么能由自己来选择 小刚的命运不是和你一样 你会看不起他吗 可小刚毕竟找到他父亲 而且子华是深爱他 阿文 我的父亲到临死的时候 才想到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可是他们都没有忘记你啊 他们都很爱你 否则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承认你呢 也许你就忘记了 他们带给你个痛苦 可我忘不了 忘不了他们带给我母亲的痛苦 绝对忘不了 既然是这样 那你何必到他们家里来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在这里能遇到你 关闻 请别再说下去 只能感受到他 箸友 由此 达 能有大器 二 可 完 自筩 皇陵 你何必这样 我相信 你一定会很幸福 谢谢你给你祝福 我走了 方国伟 你以为我会认你做兄弟吗 做梦吗 国伟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不睡吧 只想随便走走 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 俊娜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尊重别人心 我怎么了 我有损你的面子了吗 没有 你做得很好 国伟 你说爱情像不像这束芦花 像 也不像 我看 很像 它 是一种自生自灭的植物 它不怕天寒地冻 不怕风吹雨打 总是那样坚韧不拔地生存着 我想 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 爱情脆弱得多 热了它会蒸发 那它会冻死 我不明白 对 慢慢你会明白 国伟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对不起 我还没想好 难道还没有忘记她吗 谁 艾婉芹 俊娜 你能不能不要问这个老神常谈的问题了 可这是事实 可你要知道 子华是我的亲兄弟 虽然我不承认这个现实 但是 这么说 为了亲戚 你放弃婉芹 对不起 你不觉得方国伟的态度有点反常吗 是吗 你不承认她是你哥哥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抹去这个事实 更不应该对她大声嚷嚷 好像要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一样 你不觉得这样做 太伤人自尊了吗 是吗 是吗 我不这么觉得 对了 你们刚才聊了些什么呀 有必要告诉你吗 四吟 门口有人找到 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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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开始了 一 二 三 快 快走 快 快走 你赶起考在那个人了吗 没有 跟试他 好 跟试他 停车 徐小姐 四少爷在屋里等着您呢 我不进去了 四少爷吩咐地叫您进去 不用了 把这个交给他 快走 徐小姐慢走 等着 四爷 四爷 徐小姐没进来 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他已经走了 怎么不早说呀 还没等我说 您就 好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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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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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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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吗 坚持住 小花 我爱你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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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拿有 酷 加秀 打不得 好 亲爱的 是我 把练习都被我 收拾了 我照他们拼命 算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们觉不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你是说华海的反应 对 你们也这么觉得 你想平白无故码头上多了那么多浪人 看门的又换成日本人 这不明摆是暴露自己的身份 如果华海还是像以前 只是运一些普通的日本货的话 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弄得这么神秘 这么紧张 是啊 他们这次运的货绝对不简单 如果日本人出面的话 这事就不好办了 克明 你能不能找找关系 问一问他们到底运的是什么 好 我试试看 以前咱们也扣留过日本人的货 但许红军那边不敢怎么样 而这次却不同 他们敢对曼丽下手 我想 同样对我们也不利 嗯 紫思 紫华 你们两个要多加小心 嗯 你们两个要小心哦 嗯 放心吧 我们两个会的 周主编 紫华 你怎么来了 老周啊 我们陈宫馆和华海的关系 你是知道的 有什么不可以直接告诉我的吗 你太不够朋友了吧 紫华 正是因为这个 我才不愿意告诉你 陈宫馆已经因为华海 发生了那么多事 现在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作为朋友 我怎么忍心你再去呢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坐 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告诉我具体情况吧 这个 老周啊 你是了解我的 就算你不告诉我 我也会自己去查的 我何尝不知道 这件事只有你查得清楚 好吧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你上哪儿去 去码头 码头根本进不去 远见为实 我去看看 好有个直观的印象 对了 写完之后 给你当独家 好的 太太早 早 妈 早 早 子思呢 子思和四哥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去码头了 一夜没回来 这么乱的事道 赶紧派人去把他们找回来呀 好 成桂 阿财 太太 走 你 不客气 都知道 怎么会是 我赶紧派人 去 我赶紧派人 这些 卖人 怎么会是 我不是不知道 这日本人跟疯狗一样 我给他们发现了 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啊 你回去吧 跟太太说我没事 叫她放心 走吧 老婆 我在这儿 保护你 阿贵 这里很危险 你怕吗 我当然不怕了 好歹我也是个中国人啊 先去瞧瞧后门 四哥 这这么危险 你就一点也不怕吗 怕 怕的话我就不会过来了 对了子嗣 你还是回去吧 算了 还是跟你在一起吧 子嗣 那慧如怎么办 也是先婚了 她会理解吗 你怎么会弄成这样 卖力 董事长 你要小心身体啊 这 去 赶快给我备车 我要去宋本那一趟 好 我马上去备车 接电话 接电话 好 喂 是 是 宋本来电话要见你 宋本来要见我 是 都要帮我 一个药 尹 你 其实也不会不然 我们也会看到 你 氛围 帮行 尹 也不然 那种 行 来 好 走 来 来 来 痛快 痛快 许君果然是性情住人哪 宋本军 难道叫我来 就只是喝酒赏景吗 这儿的美景真是美不胜收啊 是啊 这是上海周边有名的主海 每年的游人络绎不绝啊 是啊 许君 我想问问你 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在东京读书啊 是 我在东京留学三年 这你们是知道的 那么你说说 这儿的美景 比起京都的景色来 怎么样啊 应该说各有特点 来来来 是 宋本军 也是 来 这个 那 你 就把你解释了 这些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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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里呢 对不起 但是 我很想知道 令妹在深夜 到龙翔码头去干什么 去了之后 又到陈宫馆去干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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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